那我們來問一下這個無視小夫妻 其實你們家你們最care的點有哪一些 就像你們樓下樓下是那種傳統的市場 所以第一其實還蠻吵的 因為隔音狀況啊窗戶都不是很ok 所以隔音很不好蠻吵的 你要怎麼幫他解決 我覺得因為傳統市場在樓下一定難免一定很吵的 所以我建議一定履窗就要做好親密的功能 這樣就可以改善它的噪音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看了一下你的房子就是那種窄窄長長 然後前後採光 那而且我有發現你們家的走廊、廊道怎麼壓那麼低啊 因為它其實上面是一個很長條的整個廊道都是收納的空間 然後所有的東西同工都在上面 那怎麼拿 要爬樓梯 然後爬上去之後用普普前進的方式 所以收納的部分怎麼解決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牽強的收納方法 我建議還是要非常 就是看區域來歸納定位在每個區塊 然後再把它分散掉就好了 我覺得這樣的收納方法是比較合理 重點是要好拿好放 是好取好拿這樣子 我看這東西放上去我可能 二、三十 應該不會去拿它 應該藏汙納夠的很嚴重吧 對啊,這個要幫它改善了 剛剛這個就是我幾乎都可以摸得到上面 全部都是收納齁 所以它是一整條的對不對 對,一整條一直到這邊 到這邊都還是收納 對,到這邊都是 你們說要帶我們來看的是廚房 可是我竟然看到餐廳還有洗衣間 對啊對啊 在這邊其實算是有點委屈我老婆 因為這邊同時又兼具了洗衣 然後餐桌 還有那個廚房的功能 對,整個就是 小小微品其實也沒有多大 另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熱水滷的問題 對,希望說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把它移到室外的空間去 其實它真的是一個隱憂的殺手耶 對 你們用的時候會有味道嗎? 有,它雖然是強制排氣的機器 可是其實開的時候 它就會有那種很濃的瓦斯味 所以洗澡的時候 我們都會把門稍微拉起來 因為有點危險 我覺得要改善這個問題 以後才不用又關門又要開窗 OK,就是要關這道門 還要把窗戶全部打開 是 OK,我們開完這個房子一圈之後 吳設計師 這房子有什麼優點? 沒有可以不用硬講 有嗎? 我覺得就 裡面住了兩個非常有活力的年輕 這是唯一的 好,那迫切需要改造的地方呢? 因為狭行空間我做非常多 我覺得像這種宅場的空間啊 我覺得立即要改善的一定是 採光跟通風整個整體的 格局分配這樣子 廚房我覺得 我們可以把它整合跟客廳在一塊 然後變成一個大概輕時需的吧台 然後就不會佔一個餐桌的位置 那也看起來比較寬敞修閒一點 我希望17屏看起來的光空間 至少可以感覺到有放大的效果 可能進來給人家感覺有30屏的感覺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OK,這就是找設計師的目的啦 對對對 好,請同我們一票 無設計師 拜託你囉 沒有問題 加油 好,再見囉 好